- 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最近有一個APP超強的 我現在想要分享給你們 這個多強你知道嗎 你們家有沒有汽車 汽車可以用手機監控它 沒看過吧 跟你們說 現在就在我手機裡面 我們先來看看 我監控的這台車子 是跑到哪裡去了 好 我們先進來這個APP喔 你看我點進來了 這邊有個監控中心 喔 就是這台車子 它現在在什麼地方 那你看一下 我找到了喔 從地圖來看 喔 它原來在瑞光路上 哈哈哈哈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一個影像耶 好 它影像你可以看到 搜尋已經可以連線的車輛 那為什麼GimakiO耶 因為下面它這邊有個Play鍵 我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它目前 你有沒有看到車子 它們在動的畫面 因為它在這個車子上面 已經有架了四個鏡頭 所以你可以看它 每個鏡頭都非常獨立 有喔 我們等一下晚一點 再來上這台車子 好 而且喔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綠框框 比如說你要截圖 唉唷 這邊有一個穿 那個紅衣服的機車騎士 我想把它記錄下來 這邊就有個拍照 按下去 我 我已經拍好了 而且它隔壁還有一個錄影功能喔 一樣你可以選擇你想要錄影哪一個鏡頭 比如說我想要錄影 Channel 4好了 然後我按一下錄影 哎呀 這個時候它就可以開始錄影了 完了以後按下去 就錄影完成 好 那我覺得講這麼多呢 我們來去車子上面看一下 好 你看我已經在樓下在等剛剛的這一台監控的車子 不過在等之前呢 其實我剛好找到了開發者 他們這家公司喔 來幫我們介紹 我們公司主要是一個專業的車載的設備廠商 車載設備 那種車載設備不就是一般的什麼GPS啊 行車記錄器啊 這些什麼 是 我們除了做前端的裝置 我們最重要的價值是在於我們後端平台的整合 後端平台整合 所以我剛剛用的這APP就算是整合的其中一個項目嗎 沒錯 配合現代人使用的習慣 大家都是使用手持的裝置 所以我們也非常強調這個APP的設計 那我問你喔 那一般我們這種 像你們是商用 我們是所謂的私人 我們一般的消費者的這種市場 差異化在哪裡 最主要的差異化在於說這個設備本身設計上的這個穩定性 因為我們家用可能你平常開車一天只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可是商用車一出去可能六個小時起掉 所以在設備的設計上出發的理念會是不一樣的 好的 那你們公司成立多久了 我們公司目前成立22年 22年 不就跟我年紀一樣嗎 真的喔 開玩笑 我43吧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所以你們就專門都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早期是做傳統的天使器 但是近10年來我們轉型到這個車仔上面 好的 難怪他們在這次也被台灣經典邀請來 讓我Tim哥來介紹一下 我跟你講喔 我們車子還沒到 你就知道現在類伍有多塞車的 我告訴你 我跟你說 我剛剛監控的那台車子 已經停在我後面了 好的 我現在已經上車了 後面就是Adan 哈囉 我們現在看Adan為什麼他螢幕已經 我在倒車的時候 為什麼他螢幕現在變大 原本是四格欸 對 他會隨著我們駕駛行為的操作 去切換您所需要的頻道 喔 原來是這樣喔 對 所以等一下如果司機左轉的時候 他的頻道該不會就直接切到左轉的大畫面嗎 沒錯 他會跟著駕駛行為左右轉跟倒車 這上行為去做動作 喔 所以其實他還蠻人性化的欸 請問一下如果有企業啊 真的覺得你這裝置很不錯的話 那你們幫他重新克制的話 還是你們已經有類似像麥當勞那種 已經有選單了 你有A B C D啊 你可以讓他們自己選單 就可以幫他們克制 還是說你們還要去評估哪一些的狀況 其實我們目前有一些基本的套餐 像剛剛我們有提到 這樣公車啊 或者是物流業者 或是一般的 像這樣子的工程商用駕型車 我們針對這常見的這種應用 已經都有既有的方案 那我想要問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 如果一般啊 我們消費者 真的在外面選購這種行車記錄器 你有沒有給大家簡單的兩個小介意 其實我們一般行車記錄器 最主要的話 就去了解它的解析度 像廣間都是1080p以上 再來就是它的Sensor 就稍微專業一點 感光器的部分 感光器 為什麼 因為感光器會影響到你夜間的效果 像廣間現在就很多都是標榜 它是某日記品牌的Sensor 這個感音器 普遍來講它夜間效果會比較好 還有一個重點 重點第三個 最關心的 什麼 這個SD卡支援到多大 容量支援到多大 容量多大 因為容量會間接影響到你露營的時數 喔 好 謝謝你 哇我跟你講 果然喔 問他們這種很專業的業者 真的是大家可以去挑選 自己在私人選購上面 他剛剛也給了一些建議喔 欸真的欸 其實我覺得那個畫面都 你們這四顆鏡頭的那個螢幕 那個鏡頭的畫數是多少 都是1080p喔 都1080p喔 喔好的 好 今天很謝謝那個Adam 陪我錄這一段 我覺得大家呢 應該會覺得 哇原來你們這種做商業的 其實市場還蠻大的 對不對 是啊 你們有做國外的客戶嗎 我們其實主機是外銷 喔他們主機是外銷 喔 好我懂 剛剛終於體驗完了 所以其實 原來商用 可以做到這麼的專業 還可以透過手機 我今天真的見識到了 好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記得訂閱完把鈴聲打開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